左一圈右一圈 舞者挥舞着客家大棋 接着由客家大戏的演员们 打拳来个后空翻 在客家迎宾棋舞的表演后 由台湾客家委员会主委李永德 与台湾戏曲学院校长郑荣欣 共同击鼓 宣告2016精致客家大戏开演 今年邀请入围第27届传艺金曲奖 多项奖项的荣欣客家采茶剧团 单纲演出日落大爱 重现1907年客家人对抗日本人的北浦事件 李永德至此时指出 透过艺术的呈现 还有戏曲的呈现 也让我们客家相信都知道 客家人在这块所发生的故事 这些故事有时候可能是血液交织 但是我想让下一代 这条新人走过的距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特朗大戏成功和扮演这个角色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文化传承 它也是一种文化的提升 日落大爱是以北浦抗日事件的历史故事进行改编 讲述清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 日本人为了生活资源 跟新竹大爱地区的原住民发生了地盘之争 由峨梅客家人蔡清林所主导的武装抗日事件 记者会并安排说唱艺术家谢晓琳 以国客双声 时而诙谐 时而严肃地说书行事 为全剧的故事做引言 全场来宾听得入神 谢晓琳说 但没想到一个阴错阳差却筑成了大错 谢晓琳接着说 顿时山上火光冲天 大家以为清兵登台 一百五十多人响应起义 直扑北浦之听 所有在北浦的日本人无一幸免 台湾总督府闻讯后非常震怒 立即派兵镇压围捕 参与武装起义的台湾人死伤惨重 刺激北浦事件 李永德说 李永德说 2016客家大戏 由荣兴剧团演出日落大爱 荣兴剧团是客家戏里最有品质与国际水准的戏 这么多年努力培养新辈 这出戏不论是从音乐还是表演等各方面都是一流的 在日本高压统治下 俄媒客家人蔡清林仍勇于主导全台湾第一起武装抗日事件 充分彰显客家鲜明保卫乡土 不屈不挠的应景精神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国际水准的